一群木棍围在一起烤火 眼看火就要熄灭 小木扯下自己的树叶 大家健壮 纷纷都用身体出了一份力 唯独圆木一毛不拔 小木用手扯下他的树皮 却被圆木打了一拳 大家被动得瑟瑟发抖 白木看着红木 顿时起了歪心思 圆木健壮 过去掰开红木的树桩 老木觉得很残忍 捂住了小木的眼睛 可小木还是去阻止圆木 却被白木推倒在地 老木生气地过来阻止 也被推倒滚到了火上 可火是大了起来 他有心无力 红木的树桩最终也被掰断了 小木很生气 他用力打圆木 却被他架在火上烤 他疼得一口咬住圆木 这才逃过一劫 白木在旁边哈哈大笑 这惹怒了圆木 他一把将它们都扔进了火里 小木很伤心 他捡起一块树皮 悄悄绕到圆木的身后 用力将它打倒在火堆里 最后只剩下小木一人 这部短片动画叫 贪婪的树木 感兴趣可以去看原片哦 男人掰开蛇的嘴将脚伸进去 就变成了一双蛇皮靴 走着又看见一只鸡 男人给他打气 小鸡变得圆滚滚 再倒上一包调料 男人又将它当作皮球丸 还来了个头篮 小鸡被卡住了 他用竹竿戳了几下 小鸡直接掉在了炸锅里 男人扭动开关 小鸡变成了FPC 这时一个海报出现 男人一棍下去 一件貂皮大衣就穿在身上 接着跑来一只大象 只见男人的手轻轻挥动一下 大象就变成了一架钢琴 他还得意地弹奏起来 他继续上了一艘轮船 将化学污染物倒入海中 海里的鱼都被打捞上来 男人继续挥动手里的魔法王 树木都变成了纸张 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男人又建起一栋栋高楼 创造出汽车 加工各种食物 最后城市产生了大量垃圾 男人站在垃圾堆顶端 身后是无数的垃圾山 他坐在椅子上 给自己戴上皇冠 享受自己主宰的世界 这时来了一艘飞船 两人嫌弃地看着 全是垃圾的星球 他们将男人拖到地上 用力地将他抬扁 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他已经不记得所有人 无论对着谁 都是板着一张脸 女儿给他看相册 可他依旧记不起来 妈妈伤心地流泪 孙子在门外观察 他好像知道了爷爷的情况 这天他趴在地上画画 看到了爷爷小时候的照片 爷爷拿着冰淇淋 笑得很开心 接着孙子就在照片背面画画 之后爷爷看到了地上的照片 他捡起来看到了背面 原来孙子画下了 他第一次见到汽车的样子 看到画的爷爷想起了 拍这张照片的情景 孙子发现爷爷看过了照片 他找来其他照片 继续在照片上画画 然后悄悄偷看爷爷 发现爷爷主动捡起照片看 这次看到图画的爷爷 想起了和朋友玩了的回忆 孙子观察到 爷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接下来的日子 孙子继续画画给爷爷看 爷爷想起了很多回忆 还画了妈妈出生的照片 爷爷终于认得了自己的女儿 孙子以这样的方式 让爷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一天孙子放学回来 到处都看不到爷爷的身影 在妈妈的安慰中才得知 爷爷已经去世了 这之后 孙子再也不想画画 妈妈告诉他 爷爷之所以能靠画画回忆 是因为爷爷小时候也喜欢画画 画画可以成为沟通的桥梁 孙子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